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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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阿Sir,不如上網去看訊息吧 先上去 你去吧… 你坐下吧 我都談過你們了… 布Sir,坐下… 打機… 大師傅和多多鐘在那邊 你好 Jo,這麼晚? 做點功夫才來嘛,玩得更快 布Sir早就解決了,是我們手腳慢 其實是我們這麼多位置,等Kent一個 你不用這麼說吧? 說個事實而已 是我臨時給Kent一點功課 他算快, 我們不是等很久 還是浦淑英, 你幾位? 不如先叫你喝, 叫他喝 我要啤酒 我也是啤酒 我也是, 先說明, 一定要夠冷 又是你耐, 快點 隨便吧, 凍檸茶吧 你每次都指定飲品, 你還要想這麼久? 我打算想久一點, 有更多變化嗎? 如果你想有變化 不如叫杯Long Island Ice Tea 對, 跟你的凍檸茶差不多有少許不同 況且你來到這種地方 沒理由不喝酒, 對吧? 其實Kent不能喝酒 為什麼?還沒滿十八歲? 你別管 酒精敏感, 回出風難 你來了幾個月, 沒見識過 他不能喝酒精的飲品 對, 如果你看到他喝酒 麻煩你走開幾丈遠 算了吧, Kent 你還是繼續來這個凍檸茶 他好像人家妨礙著曬 別人妨礙了, 拜託 Simon, 謝謝 謝謝 半茶啤酒, 一杯凍檸茶, 收到 對了, 你們的新彎快要到 謝謝 我知道尖沙咀的餐廳剛開了 聽說不錯, 找我們去嘗嘗 好, 約的日子 不過下個星期二我不行 你有約嗎? 是呀, 浦Sir 我有約, 加入了一個心理學專家 給你了, 終於有夏文了 什麼? 是人約你還是你約人? 重要嗎? 很重要的 菩薩, 別欺負我姐妹 對了, 你約人還是人約你? 是呀 是呀, 怎麼會這樣呢? 明天還要換印花? 我們待會再怎麼樣? 沒得談 你不用理會了 我已經滿足你一個願望 你對… 我已經不理會了 這麼多豪法 你已經完成了 我的經濺 你有任何人 我已經完成這個 一聲音宣傳 也要慢 謝謝, 一定幫 謝謝 謝謝 你有沒有留意 最近有關天眼少女的新聞? 有, 你爺爺和我遠足的時候 也有提起過 這個女孩其實不是有什麼天眼 只不過是不幸 她的神棍利用了自閉症病人 不過我覺得阿敏的好運 應該慢慢回來 原來她在紐西蘭有個表扣母 一直都沒有聯絡 直到最近她的表扣母看到新聞 就說想回來香港 接阿敏過去一起生活 說想好好照顧一下她 不過你知道, 阿敏現在這個情況 我真的怕她對著陌生人 在陌生的地方不能夠認識 雖然我說是讀過心理學 不過說到專業, 我就一定不及你了 所以想找你幫忙 那倒是, 你就習慣跟死人溝通 而我每天都對著活生生的病人 你沒有選錯人了 謝謝你提醒我 不過這次是義工而已 沒問題, 你不是一樣是義工嗎? 對了, 你對阿敏好像特別關心 是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原因? 阿敏她無父無母, 還有病 我們不是應該特別要關注她多一點嗎? 通常我們都會多想一層 譬如, 會不會因為你的背景和經歷 令你對有這種困難的女生特別同情? 那你也以不容辭地幫阿敏吧 難道你又有自己的問題嗎? 你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以我的專業判斷 你這句話是有些防衛的性質 那好吧, 我就轉手為功 怎麼樣?你和你妹妹很感情嗎? 她畢業了嗎? 你剛才知道我的妹妹? 我應該沒有跟你爺爺提過 就憑剛才我通過這個電話嗎? 你不准是我其他女性朋友嗎? 你這個新的品牌手袋 最近是最流行的 這個品牌的目標是十幾二十歲的少女 青春少艾, 我們男人最欣賞的 上次跟你吃完飯之後 我就敢肯定 太年輕的女生根本跟你溝通不了 而且你提過, 你自己不是一個人 但最主要是你剛才談這個電話時的口問 語氣親戚得來又帶吊威嚴 所以我這樣肯定, 這個一定是你的妹妹 我聽完你說這段說話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 我覺得自己就好像 睡了你把解剖台上的摸 正確, 三把解剖刀 好 麻煩你, 有沒有解剖刀嗎? 你這個場務公司, 幫人手鬆 令你不再手緊? 還說, 貪慶香嗎? 但你很手緊嗎? 你賭書錢, 幹嘛欠人家錢? 我沒有欠人家錢 是我妹妹等錢交學費 不然就上網查一下你的適合 你說在澳洲讀書的妹妹嗎? 她讀書很厲害 連年都張學金不用我擔心 誰知道什麼都加 是她大學獎學金就減了一半 最後這年才是失預算, 真是糟糊 無論如何都要頑賣她, 是吧? 但是也要有辦法才行 你不是有個姐姐嗎? 一人趕一點 姐姐她自己有頭加, 三條化骨龍 只有她老公一份糧 我單身掛勾是我背的 想不到財務公司的適合你 你到底差多少? 好…我和阿偉在聊天 搞個中山頹廢斷 爽玩爽吃, 爽浸溫泉, 爽磕骨 三天兩夜, 有興趣嗎? 與其把錢把錢放在那些磕骨妹裡 不如拿錢去做善事好吧 善事? 什麼事? 我先認同三千 是上個月我生日 爸爸給的利是錢, 明天就拿回來 行, 我也認同四千 原本打算買一部新手機 還是明天拿回來, 爸爸沒那麼多 好, 謝謝 你又幸運了, 剛出來沒多久 這裡有二千元 還有超級市場現金券二百元 還要你, 你們真好 阿珊, 老實說, 你到底要多賺一萬? 一萬 差不多了 是很糟糕 算了也要十萬港元 算了, 你們這麼有心 我已經很感動了 但是那些息口… 個十八千萬? 十萬? 阿Win想不到你不收不收這麼多銀貨 不, 還這麼瘦爽 一把那些十萬出來 那就是還收不少了 當然不是, 我找多少你們知道 不過我是單身, 沒有不良嗜好 錢放在銀行賺負責 幫到人有什麼所謂, 對不對? 阿Win, 謝謝你 連我從小玩到很大的朋友 都沒有你那麼爽手 每個人都有難處 那靠你, 這些是好男人 有情有義有錢 阿Win 做同事還可以的 男朋友就不要了, 只花錢給別人 總之今天, 感謝大家 還難見真情 其實阿Win一個也夠了 我可以拿回我的三千元來試嗎? 是呀, 那我也可以繼續買我的手機 那我吧, 正確的 這裡有二千元, 還有二百元超線金 謝謝 Win, 以後每個月 我會逐點退給你 怕你會走我嗎? 不怕, 我們做人精 我去買下午茶了 這次先幫你給他 Sir 你好… 謝謝 不用 任由他, 我請你 那怎麼好意思? 行了, 你又吃三文治?不悶嗎? 去餐廳我請你 不用了, 長官, 我夠了 更何況又不吃得多東西 尤其是脂肪 你別裝作了 你借了錢給阿鎮, 要節衣縮吃 要怎麼吃? 好事當然是全千里 你的事跡已經傳遍了整個西九龍警署 好人就有好報 是好的, 等我請你吃一頓好的 還是鼓勵你吧 有心, 長官 其實我餐廁的麵包 不是因為我沒了錢 而是我要減榜參加六十五公斤 以下級別的兇手道比賽 你這個藉口挺新鮮的 高Sir, 看有什麼事 好, 收到, 麻煩 Win 怎麼樣? 待會你下班, 你有空嗎? 高Sir臨時召了一個會, 我走不開 多走, 什麼事? 我媽媽今天去完旅行 五點機回來香港 你也知道我幫你整個小房子 連門鎖也換了, 所以她沒有鑰匙 我麻煩你把這個鑰匙放在樓下信箱就行了 沒問題, 喝得了你的水 一定幫你處理它 來, 謝謝 不用了 Skiko哥, 輕力一點, 麻煩你 謝謝你 處理 處理 等一會兒 什麼事?老太太 我遺漏了很重要的東西 的士還要給我追悠哥 好, 你在這裡等我 謝謝… 明姐, 遺漏了東西 減掉家, 傻瓜 明姐 你怎麼過馬路?撞死你了 你怎麼過馬路? 司機 先生, 我已經蓋旗了 不做生意了, 趕著交更 剛才我太太遺漏了東西在你的車上 這個嗎? 不是吧?劏煲 太太, 你說很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件事? 是呀, 我這個鍋 我在嘴士求的朋友很久才肯釀給我的 我這個鍋是快絲萊塞高速智能壓力鍋 蒸燜煮燉, 樣樣加冷 也可以焗蛋糕, 熬紅豆沙 化能油油氣沙 最重要是節省能源節省時間 是國寶級的湯煲, 說回七千多元 七千多元? 不知道是國寶級了 錢是少許, 香港買不到士帶 不然就不用抱著相機 是呀, 請問你是靈太太嗎? 不 對不起 那也不用對不起 我不是靈太太, 但我是靈善兒媽媽 你是Ada的同事嗎? 是呀, 伯母 我剛才結婚了, 換了老公 所以我不是靈太太 是呀, 伯母, 我叫Rinda 有呀, 是呀 Ada有新SMS告訴我 告訴她同事把鑰匙放在我信箱裡 原來就是你 是呀, 伯母, 鑰匙 謝謝你, 年輕人, 真是好人 既然你好人, 迫如好人好到底就… 我幫你拿上去 真是爽快, 謝謝你… 我跟Raymond打算坐郵輪 即是我Herson 我以為可以結婚了, 什麼都不用做 為何突然她被公司叫人來開會 搞得只剩下我 女人預報自己回來香港 你這麼客氣 車來… 好 怎麼弄成這樣?好嗎? 為什麼沙發這樣擺? 還有呀, 還有 你擺廁有什麼不行? 不是呀, 我覺得也挺順眼的 你好人吧?好人好到底呢? Ada 媽咪 好可愛 好可愛 我也好 為什麼沙發和擺廁有不同的位置呢? 是不是順眼好多呢? 你回來一會兒而已 已經乾坤大萊兒, 還煮飯了 怎麼這麼厲害? 何止呀?我還來個全屋大搜查 你沒搞錯, 沒查清楚 叫裝修佬撤退 你看地位吧 不平均 還有房間的燈子下賺一ement 還有 My room 刀增的門擠 全部都不相認 對不起…我知道了 但他們說過兩天會來收拾丶 怎麼你只能這樣 小心, 她來自己來搬到屎 不過現在已經丟臉 通完桌就差不多了 拿著和廠通了 阿胆 這桌通了 謝謝 Mtwo, 回來了嗎? 真好, 謝謝 謝謝 替我靠車了 我要 好,我去把東西給你掛,好嗎? 媽媽,剛才你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阿Win幫你做的嗎? 當然了,難道是我 一個女孩子哪會做很多粗重的東西? 不過她挺好人,手腳很快 一句好人就用死人了 我有樓梯吃飯的 我謝謝她幫我追的士,搶回鍋子 是小事,還你我有空 對了,阿娜,幫我擺去哪裡? 就掛牆那裡 好 不要知道周圍都是塵 要不然你要買過一架 好 吃飯了,幫忙快點 真的謝謝你 不客氣 教練,怎麼樣? 這樣是,Vin,剛剛收到消息 比賽規矩改了 65公斤改為64公斤以下 不是吧,教練 我這麼辛苦才減到達標 你現在才說你改規矩? 我哪有時間再減?難道真的不吃東西嗎? 多吃點 我建議你改為參加中兩級賽事 你怎麼看? 也好,一二二說吧,教練 好,再見 來,隨便別客氣 好,謝謝 別客氣了,伯母 今天在街市平平均勞勞 都買不到好的豬給你吃 這餐不算了,下次再煮一個 不,伯母,很好吃 這麼不漂亮的材料 煮得這麼好吃,這些就是功夫 如果不是我媽媽 怎麼在烹飪學校做桌煮這麼多年 伯母是烹飪的武師 這次真是有食神 那擔擔擔擔擔擔,幾個鐘也值得吧 可以 你吃這麼多肉,鹽多脂肪嗎? 這次不和我就是了 你不是說參加什麼空手道比賽嗎? 要,不過現在改了參加另一個級別 所以要多吃針坊才有優勢 你再放一碗飯了 對了,伯母,還有飯嗎? 我幫你放一碗 不用了…我很久沒吃過豬家飯 我覺得今天很入口福 我自己可以放一碗,好嗎? 好,可以試試看嗎? 好… 阿空收到你這麼吃 你別相信他,他借了錢給人 小朋友記住,我要自治宿吃而已 大寶敏,你到柳西娜之後 記住跟Uncle Wong做好朋友 Uncle Wong是你平時在MSN 跟他聊天好不好? 你好像平時跟Jim和健福聊天就行了 是呀, Dr. Wong Uncle Wong會對你很好的 我比較喜歡跟你聊天 你喜歡跟我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在店舖和MSN游 或者叫表球舞, 彈你馬給我都可以 我知道你喜歡小動物 到柳新蘭之後, 那裡有很多小動物 封面試一下, 記住拍照給我看, 知道嗎 是呀, 在那邊我有個大木牆 有牛, 有羊, 還有馬仔 我喜歡 Eva, 林先生想約你談一宗案件 問你明天下午有個時間 好 我拿我車 我記得去那裡吧, 明天下午有個玩意 知道嗎 改完就有辦法了 都是你教的 這麼巧? 對, 這麼巧 接這張機器嗎 對呀, 她有幾天在北京工作 今天蜜蜜會跟表球舞回紐西蘭 你當然是Mandy的心理學家朋友 那你也應該是Mandy的好拍檔 Paul Sir, 對吧 尖方 是, 你好 今晚, 你好好的嗎 你是女兒嗎 我會 你是芯姐姐的男朋友 你們也要好好地 你說她是我的男朋友 你說阿Gym吧 你跟芯姐姐真是一對 老公 Eva 你好 我們趕時間了, 我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謝謝阿天, 少女吧 是 她說的話很準確 她有銀子 行了, 今晚不好了 藥我替你綜好了 足夠你一個星期就用了 好 還有, 綠筋酒和蛇酒都泡好了 今天我們要早點走 我大狀媳婦回來 我要回去煮一頓好的給她吃 謝謝你, 師傅 你泡一下, 麻煩她 她沒事, 空走來這裡打一等 她應該麻煩你 七嬸, 我有什麼得罪你 是你自己不小心上樓梯摺倒 不關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一天最壞都是你 如果你不是 不是, 平衡慢慢來哄我 買了你的房子, 我就… 你卻買了別的地方 現在就不用搬了 更不用被這些爛樓梯卡住 你冷靜了 我想說, 如果我買不成你的房子 我就去租二樓達哥哥的單位 對, 現在我就可以霸王侵佔了 租就租吧, 怎麼霸王侵佔呢 說你不懂就不懂 人家現在二樓B、C和D 在搞霸王侵佔 他們想霸佔了達哥哥的三個單位 他腳扭傷而已 不然腦子也扭曲了,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不知道 你倆都沒有知識 你的腳, 記住, 千萬不要濕水 不要再扭傷腳了, 知道嗎 你聽著, 一會兒你送我回去 小心點, 要坐的士 什麼送你坐的士? 你弄成我這樣, 你不送我回去 不包的士錢, 行不行? 就是當我欠了他 當做善事吧 那個的士人 還要飄前幾個店位來跳多次飄 一個多號而已, 也要騙 車錢不是你給的 他騙也是騙我而已 以前住在這裡的時候, 真似乎 怎麼家庭搶成這樣? 你賣樓給我的時候, 你就是三十七頭 現在, 你豈不是更慘? 扶著我, 再摔倒, 我要去醫院了 行…買你怕 那燈都要換了 要不然客人上來, 摔倒怎麼辦? 是不是你們倆負責? 阿菇, 你還有客人嗎? 我經常被你消息, 知道那個鐵桶騙了 通樓梯耍雞前嚇倒 你撞鬼理的事, 總之燈膽就要換 換, 還是… Main姐, 你就說得對 狗主席, 你的主席怎麼做的? 換銀燈也換了這麼久 夜晚, 你聽我, 差錯腳弄傷了 真的有人弄傷了, 怎麼辦? 光是燈膽壞, 早就換掉了 現在水準老話 我們整座樓都燈光了, 不是壞就鬆 全部電線都換過了, 整塊東西 整塊東西? 阿菁, 全棟樓就搬剩我們幾個 怎麼搞的?找鬼革嗎? 層樓受賊, 還弄什麼? 現在樓還沒拆 是不是先把自己的樓骨拆掉? 舊主席, 如果我這樣撲死了 我一定會找你賠命的 我三樓那裡有個樓梯扣了一塊 你很快替我拔回它 紅毛泥灰棗就買了, 一定替你修理 燈膠什麼時候換? 是的 這次阿七宗就說抄柴 下次不拉肩的人撲死了 你們聽賠身家也行 你什麼事?你也不拉肩了 你嚴格就隨便你 不過將來政府塗上來 大廈維修你又沒有份給 你又沒有履行業主的職務 我看你怎麼逆權侵佔 明姐, 不是說不修理 只不過希望開賓師傅 可以幾塊水弄得好 什麼…逆權侵佔? 你不是有個做大狀的新婆嗎? 你不懂嗎? 你也教體育, 跳過學生你又懂嗎? 你擲人就聰明, 扶我回去吧 走吧, 我去找師傅, 你去嗎? 就去吧, 幫你打架 不要被人砍掉你的頸血 快點… 你真笨 兩位大叔, 請問這裡是否五十八道 你找幾號幾樓幾座? 好像是二樓A 你哪個找二樓A? 我找我叔叔, 他叫徐世達 我在家裡就回來 但是不知道他還在這裡住嗎? 這棟樓好像更快拆掉 不知道, 但這棟樓真的快要拆掉 所以很多都搬了, 你自己上去找吧 好, 謝謝 原來阿達還有一個小狗, 怎麼辦? 趕快找文明姐把她量度好 睡了嗎? 睡了, 故事還沒聽完就睡著了 那些藤紙剛洗乾淨, 坐下吃… 爸爸, 我拆了眼不吃了 我要進書房做些事 Eva, 助你一點時間 想問問你什麼叫逆權侵佔? 為什麼這麼問? 沒有, 遇到以前那三個舊街坊 他們明明是租客 但是現在申請說巴人家 還搞什麼逆權侵佔? 什麼都行嗎? 行 爸爸, 逆權侵佔條例 主要是懲罰一些務室的業主 任由他們的樓宇或土地 讓第三者佔用 不去收租, 甚至不聞不聞 只要租客找過業主 登過尋人啟示, 但又找不到的話 租客就可以向法庭申請逆權侵佔 經判決之後 就可以成為物業的合法擁有人 豈不是很著數? 有權利必有義務 在業主失蹤期間 租客一定要有負擔 單位的差項和大學維修費用 找不到業主就不用交租了 省了些租, 拿來維修房子 兼交差項也很合理 業主要不見多久才開始計算? 如果私人物業在九一年七月一日之後 租約期末開始計算 讓租客逆權佔有二十年 租客已經可以申請了 如果把房子佔了 業主又回來了, 怎麼辦呢? 假如法庭一旦判了租樓給租客 就算業主之後再出現 也不可以拿回物業了 那個九主是不是發財? 這麼晚是誰呢? 兄, 馮初九 九主席?什麼事? 你們有些事想跟你談 方便上來你家嗎? 方便, 什麼時候? 現在 現在? 我就在你們的門口, 開門 門口? 晚上不要說話 你們一來明晒嗎? 六豆三… 不用客氣了 我偷偷小吃這些甜食物 要的… 這個當然是阿棟鼎, 越大越男人 兒子, 這是明姐 古韓友, 舊主席 是舊時碟華樓的舊街坊 我認得了, 你是我 你好… 這位又圓屬又端莊的 當然是你這位大狗的媳婦 當然不是 葉伯, 他們正在搞業權侵佔 那幾個舊街坊 我倒杯茶給你們 不用…大狗, 不用打擾你 實情這麼晚打擾你 是有事想請教大狗你的 是呀, 大狗, 先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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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不知有什麼可以幫你們呢? 這樣的 最近我們失蹤的業主阿達 他有個兒子突然跑來找他 萬一讓他知道我們在搞益權侵佔的事 他叔叔就不見了二十多年了 會不會他可以收回達立? 是呀, 是不是不可以讓他知道嗎? 你申請豁可 你們放心 業主的親戚 無論是否直系親屬 都不會影響你們的益權侵佔 這個業主的侄子 一, 他沒有業權 二, 他在業主消失這段期間 沒有中過業主的責任和義務 他這樓層沒有公佈錯過 是呀, 當作是誰? 所以他的出現 絕對干預不了你們申請益權侵佔 真可憐 很可憐 總之法庭一判一層樓給你們 別說是否業主的親屬 就算業主本人出現, 也拿不回來 那如果還沒判呢? 我叉住你的嘴巴 真是猜過你 我不斷說說而已 你不斷說也別這麼說嘛 別跟他說這麼多了 打擾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你也能夠把佛教好, 是嗎? 你小吃甜的東西, 幫你拿番茄 好, 不用送了, 大佐 謝謝… 大約一時鐘左右 蜜斗火車司機來到 發現蜜斗著火 之後消防後接報到場 救完火之後 發現蜜斗裡有一個紅白藍膠袋 裝著一具燒焦的屍體 暫時還不知道起火原因 你好, Sunny 蜜斗剛剛解剖完了 謝謝 Mandy 她早就有報告給你了 說來聽聽吧 究竟死者昏迷了被人放入袋 然後燒死 還是火燒之前已經死了? 死者是浸死的 我們初步看到死者有廢積水 已經傳到發證部上化驗了 另外我們發現死者的肺部 沒有任何分剋過現象 很明顯死者在起火之前 已經沒有了呼吸 所以沒有吸入任何濃煙 所以死者應該先被水浸死 然後再被火燒 那就是毀屍滅殖 還有沒有其他傷痕? 我們還有發現死者 左右膝蓋也有瘀血 應該是死之前跪下地所造成的 而且右腳的膝蓋血比左腳多 應該是左右腳先後下地的分別 右腳先下地, 重力大 所以右腳膝蓋血比較多 我看死者身體其他部分 沒有發現有任何其他傷痕 也沒有任何掙扎過的痕跡 不過… 不過什麼? Sunny, 謝謝你 死者幾乎全身燒黑 不過我發現他有手食指的 紙頭上的皮膚 有一塊小小的黑色部分 看來不像是從時間被火燒所造成 那會是什麼原因? 暫時還沒確定 死者全身燒到黑了 但是還有沒有可能 可以取得指紋BB的身分? 還有一個可能 死者被人放入紅白藍膠袋的時候 他左手的掌心就壓住了袋子裡 經過火燒之後 左手所壓住的紅白藍膠袋 就溶了, 黏在手掌裡 我猜這隻手掌的紋理應該未被破壞 但是還要看看 能不能分開這塊紅白藍袋? 對, 那就要看鋪塑的功力 這場太陽光所引發的火徑 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 就是溫度 太陽光要充沛而至於強烈 第二, 有造成射的突透鏡 就是那盞爛的車頭燈 而第三, 在這個突透鏡的焦距發明之內 有一些類似索了天拿水的威士布 或者二燃物品 這三個條件在案發現場 全部都符合 被案發當日火車司機的 中午1點發現蜜斗起火 而當日天晴是沒有暈, 也沒有煙下 中午時分更加是全日 太陽照射最高溫的時候 而蜜斗擺放的地方 剛好就是長期被太陽照射著的 天拿水的閃點是攝氏35度 如果持續在這個溫度上加熱 是會燃燒的 而威士布, 即是棉沙碎料 本身已經是易燃物 在適當的焦距之內 不用兩分鐘應該就會燃燒起來 就好像水喉不開一段時間 水就有這些鐵手的物質 就是說死者是被食水浸死 然後又被人建在蜜斗裡 應該是有人企圖把屍體運到建築廢材 博大霧等人送去堆填區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誰知道蜜斗無端起火, 揭發事件 這些還不是天網恢恢 你好 好的 好的, 謝謝 全革的專員把死者的左手掌 和紅白藍袋分開 吐吹到他的指紋 入境處那邊已經核實到他的身分 死者叫徐世達, 男星, 58歲 在案發之前一天才入境 最後報稱的地址是 深水埗通州街, 58號 58號, 即是電話樓, 除細彈 應該是達哥, 他失蹤這二十年 好, 好, 好 Angelo 是 浴缸的水有點瘦殖 可能和死者廢內積水 驗不到的成分分合 好, 我把水拿回去做比對 Karen 是 廁所門檻有線過的人的 你拍一拍, 抽筒 整棟碟說來可發展商進行收購 大部分單位已經控制 只剩下三樓A, 二樓BCD 四個單位還沒搬 Paul Sir, 你們那邊有什麼發現? 我肯定這裡是案發現場 根據入境處的資料 死者案發之前一天回來香港 離開的時間在1990年2月8號 離開了香港21年 一回來就馬上死 Paul Sir, 你說他是你的舊街坊 你不知道有什麼? 死者除了是這個單位的業主之外 這層樓的BCD單位都是他名下的 三個單位分別租給三個租客 那三個租客現在申請逆權侵截 就是說這個徐勢達來到香港21年 自己的物業都沒收過出 他走了這麼多年, 水電費給我交? 水和電都是自動轉帳 但是這麼多年都沒用, 應該不用交 你知不知道他還有什麼親人? 聽說最近業主的侄子回來找他 我出去買街坊, 看看有沒有資料 不要收購 阿棟, 你怎麼幫他在這裡? 我來工作, 是的 他們就是徐勢達的三個租客 西九龍重案組, 沙展李展鋒 你們三個都住在這裡? 我是C座, 我住D座 我是B座 那為什麼一起在B座? 我們打麻雀 打麻雀?三個人怎麼打麻雀? 我… 我們三缺一嘛, 正在打電話 是… A座的徐勢達已經死了 你們之前有沒有見過他? 他死了?怎麼會這樣? 是呀, 我們很多年沒見過他了 他回來了嗎? 他怎麼死的? 這幾天有沒有聽到這個單位 有什麼聲音?你們有沒有進去? 沒有…這麼多年沒人 我們進去幹什麼? 是呀, 門都鎖了, 難道琴槍進去嗎? 你說謊, 你進去 不僅你, 還有你和你 你們三個都到我案發刑場 對, 你進去 對, 你進去 你進去 用實驗做推翻 沒流動偏差 應能沉迴還原狀態 我分析會拆解 怎解釋你成功性之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